最新消息 好 郑文燦的那个案子 涉嫌收贿500万 500万收了 他隔了一年之后返还 因为知道对方有被监听 那当初桃源地检署 是六天三度申请羁押嘛 那后来说什么 他进到私人房 后来又说有特权 是可以吹冷气 对不对 这中间所有的历程当中 我们都没有错过 那现在呢 检察官在今天迅速侦查终结 将近十万字 细数郑文燦的罪状 今天我跟各来宾 我们手上都有一份 桃源地检署的新闻稿 厚厚的十三页 密密麻麻的小字 写得清清楚楚 有没有 这个团队办案调询讯问 一百三十一人次 执行搜索了四十处 查扣了相关的笔记本 电脑 在被告郑文燦的居住 主卧室边住旁边的案柜内 发现以两个上所保冷替代 藏放的现钞新台币 六百七十八万五千元 那特别在起诉书里面呢 斥责郑文燦 石口否认犯刑 位高权重 跟行贿者离应外合 将国土开发之全民利益 坐享为私人金库 恶性甚重 所以呢 求处重刑十二年 好你看到这个今天引发大家最大的讨论就是 哇哦 郑文燦真会藏钱啊 藏在哪个咖咖里面 边住旁边的案柜 两个上锁保冷带 大家今天都在想保冷带 我们看过啊 不就是有时候出去浇游的时候 放一些有没有 什么苹果啊 切好的凤梨啊 怕坏掉 来亮哥找给大家看 保冷带高级款 这个我怎么 我应该开群业对不起 来我们其实也后来 我们制作人也很辛苦 也找到图 有没有 这种的啦 就是这样 这种的 大家看到这种高级的 这种叫高级款 我还不知道有这种 保冷带防漏 大型绝缘 可锁定午餐 我都在想说保冷带 不就放一些 不就放一些什么冰块啊 拔辣啊 苹果这种 你看亮哥都皱起 人家有钱还放 香槟跟红酒 对嘛 真是贫穷限制 我怎么想到拔辣 亮哥就想到香槟 红酒牛排 这就是档次差很多 对不对 亮哥我从来没有看过 要上个锁 人家都是上锁的 你看这种高级款 拿来放现金 拿来放现金 好这是找到的示意图 这不是真正的 但是来来 导播另外一张图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检方在查扣的时候 现场拍下来的画面 真的啦 就是这种 有没有 113年7月29号 在郑文餐台北市的居所 台北市的这个住处 找到了这个现金 这么多钱等等 一袋一袋的 放在里面 整整齐齐 这就是现场所拍下来的 主要扣案的物证 都放在这里 好来回过头去 好本来是四次申请搜索嘛 都被院方驳回 之后成功搜索 在主卧室旁边就找到了 所以亮哥刚刚讲到 我觉得很有道理 四次申请搜索 都被驳回 所以郑文餐应该心里 早就有底嘛 对不对 人家都已经申请了四次 那好不容易挡住 所以怎么会还钱放在这里呢 然后今天网友讨论非常热烈 只是冰山的一角开发案就这样 起诉而已啊 还要搞好几审耶 十一万就七年高宏安 对不对 五百万才十二年 这不成比例嘛 太子吗 前朝太子 所以亮哥你怎么看 今天民进党当然不痛不痒 丢了一句话嘛 尊重司法调查 判误望误重啊 就他怎么说呢 前朝太子这般下场 这个案子是未遂嘛 对不对 未遂起诉十二年 其实很重耶 嗯 其实很重耶 那都是一些 当然啦 如果他们有推动 那后面就会有极大的利益啦 是没有错了 那廖家很明显是当污点证人 所以廖家没有求行啊 那这个 我觉得他就是 他就是也没有地方放啦 没有地方放 你放 你要放哪里 他有一部分放在助理家 助理家也放了一些钱 那就要绝对信任嘛 所以 你看那个人民的正义 最后还是放在自己家里 那个贪官啊 对不对 而且他还买了一个新房 通通都放在新房的什么 冰箱里啦 墙壁里啦 酒柜里啦 因为他没有地方放啦 你比如说陈学扁的案子 不是后来人家去起他的现金 结果竟然放在 国泰市华银行的那个保险箱 那那个多危险啊 因为你一旦被查的时候 你所有的保险箱都会被起底的 所以你 你放来放去只能够放 你绝对信任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有人在问我 说怎么 他知道有人要收啊 早晚会收他家啊 怎么还是放在家里啊 我就说他 太多了 就是 我不是太多啦 是找不到信任的人 我认为是找不到信任的人 你再多 有信任的人 基本上可以放的啦 因为我以前就看到一个例子 就放在一个新竹的初试嘛 他就放在一个新竹的朋友家里 对 这个五百万 其实后来还回去了嘛 对不对 那在家里面又找到678万嘛 对啊 对 所以这个财产来源不明 这个是家的一条罪啦 这个 这个不是主要的啦 主要还是贪污治罪条例啦 对 那 其实这个案子 比较令人意外的 是这么快就结案 因为7月11号积压嘛 8月27就起诉 对 一个月多一点点 对 那 因为我问几个对这个比较熟的司法记者 他说他们都以为 大概要延压一次啊 那一次是两个月 那延压一次是四个月啊 没讲到 一个月又 16天就起诉了 对 这表示相关人 通通都承认 哦 不然不会那么快啦 对 就不会那么快啦 通常不会那么快 通常都有人要 在撑嘛 不愿意说实话 然后就要再压你 让你精神崩溃 而且显然这个 检方这个准备很充分嘛 因为在前朝的时候 这个案子一直被压下来 对 到赖金德财这个开绿灯嘛 所以检方那边的可能相关的准备很充足 我觉得主要是相关人通通都立刻承认 但郑文灿不承认 对 就只有他不承认 恶行陷重 我觉得检方起诉那么重 就是因为他不承认 而且他讲的理由 检方觉得是太不可 太不合理 说他是丢包啊 丢在我家啊 我不知道啊 丢包在你家多久啊 然后他还蹭 他说500万是重5.32公斤 我现在才知道 5.32公斤 你走在家里不会踢到那一包啊 那结果你说你都不知道被人家丢包 这个检方完全不能接受啦 事实上我发现最近检方都是这样 他就是已经有了新症 然后你讲的那个解释 离他太远啊 他就非常生气 所以郑文灿呢 此刻在想什么 他还想再拼一个未来吗 就是拒不承认 他就是低估了检方的 被授权的程度啦 所以他总以为 多少会碰到有缘人啊 有缘人 比如说这个案子到 高等法院 我们都认为一定会解 那个地方法院会不会 照12年来判我都怀疑啦 我都怀疑 那本来检察官通常起序都会比较重啊 都是这样啊 这个是他们的传统 可是接下来就 接下来就是法官要重问一次嘛 那我觉得郑文灿可能在想 后面 因为法官系统他好像比较熟 我的感觉啦 因为这次是北检办的 北检就直属形态招啊 所以他碰不得啦 可是后面的法院系统就比较难讲 但不管这个判几年下来 他的政治上 那确定结束了啦 都是死刑嘛 对啊 政治上是死刑啦 那个一定啦 那个没有了啦 对啊 这个一定有事啦 一定有罪啦 他不可能无罪啦 配合的话照理说 这个刑度不会那么重啦 所以感觉上 他是不是有一些把握 或者说想要拼一次 所以到此刻为止 你看到他丢出那些理由 都买瞎的 是啊 所以我觉得他主要是在赌 他未遂 未遂 我认为事实上 坦白讲我听到有台友人 在讨论这个案子 他就认为 你为什么 专门挑一个未遂的案子出来办 因为最后法院判 就会用未遂来减刑 那如果是以税 那就已经造成了 国家的重大利益损失嘛 那未遂还没有到那里 就纯粹是你们之间在勾结 未遂的话可以减刑 就是说呢 对民进党党内 这个伤害性不大 但警告性极强是吗 我觉得他被收押 就已经警告性极强了啦 对不对 那个两千万还不让人家交保 这已经很吓人啦 对不对 而且最近 出手都很重 比如说林仪锦 也是重保一百万 林仪锦那个金额 据我了解也不低啦 纯粹算助理 大概 长达二十八年 所以透过这两个案子 民进党内 全部都已经收服了吗 赖清德 赖清德啊 赖清德 没啦 大家都是王英的啦 不然陈仲彦怎么会有事呢 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不敢惹你那轻德啦 可是你的爱将会出事嘛 蔡英文的权力更巩固 他立法院还过半 结果这文章 林志坚不是照样出事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人家不敢碰你总统 可是党内还是乱轰轰的啦 不是不报啦 实际味道 就碰到机会 你的人就死在路边这样 对 等待合适的机会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